大提琴低沉的乐声 带给人们安稳的力量 拉琴的这位年轻人是国中生 他是科品医 趁着还在放假 不怕疫情 选择来到医院 当起音乐职工 我看肺炎嘛 很多疾病 所以我觉得来这里 刚好是时候可以护慰人心 我希望他们可以 不要害怕这些疾病 然后可以平安快乐度过 这一双弹出美妙乐章的手 是科品医的母亲 本业是音乐老师 每一周都会来新联病房 弹弹钢琴 不管是古典乐 还是民谣歌曲 他都要用音乐疗愈心灵 在医院弹琴的时候 听到的人给我回馈 我会觉得说 其实大家也觉得很疗愈 我觉得这样子是对一个 弹奏音乐的人来讲 他不应该是在家里自己弹琴 好像在橡牙塔里面 我觉得说 你就是要把音乐分享出去 这对母子用旋律安慰人心 以音乐常猜 贡献社会 音乐内各个角落 仿佛都跟着沉浸安稳 但愿这波高涨的肺炎疫情 也能够早日安定下来 大家新闻杨爱婷 刘洪志 华联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